说到咱们前面讲的代码里面 我们只是去拿模型 然后去使用那个模型 顶多评估一下那个模型 但整个这个模型在寻光当中 评估过程当中 咱们并没有把这个模型存起来 即使咱们只有觉得 百分之九一百分之九二 可能你能接受 但你是不是也没有存起来 那没有存起来的话 如果你这个技术工程师 你说你把这个模型设计好了 别人去用 那你怎么用 你说去用的时候 你再提前训练一下 这不可能吧 应该是把你的模型保存下来 然后供给别人去使用 所以在这里面 实际上就跟头来讲一下 这里面有时候 需要把模型保存起来 有时候需要做一些checkpoint 在训练中 以至于如果机器当机 或者这个模型 你比较觉得比较合适 那我们可以从之前checkpoint的位置去训练 去继续训 那这个checkpoint是什么意思 就刚刚大家可以看到 老师我把这个 比如就叠加速度调大一些 他跑的时间会很长 那如果在这个跑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的机员机或者服务器当机了 那难道你前面训练那些批次 前面调的那些模型都白搭了吗 实际上当然你不希望这样 你就要下次再重启机器的时候 你还可以从那个节点再继续训练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做一些checkpoint 啊 那tuncflow呢 使得我们去保存价格的模型 非常方便 仅需要去创建siver节点 在构建阶段之后 啊 在构建阶段之后 我们需要创建siver之间 就可以来做到 保存什么呢 我们的checkpoint的位置 然后再计算阶段去调用sive方法 就可以最终去保留我们的模型 啊 保留模型 啊 当然这个模型可以是最终结果模型 也可以是中间任何一个阶段的这个模型 都可以把它保留下来 通过创建siver 以及sive方法调用啊 那下面这个导入这两个行 没有什么区别不再追溯了 下面呢 来读这个数据 还是上面的数据 然后接着来构建我们的图 啊 然后接着呢 呃 来初始化我们的这个值 啊 然后接着在这边创建一个siver的节点 啊 tf.train.siver 创建这么一个siver的节点 那这个siver的节点 刚才实际上就是保留我们中间结果 以及最终的结果的这么一个对象 然后这个npoge就是迭代多少文 然后下面我们开始训练的过程当中 首先刚才第一件事情 当然是前面的初始化 三神润 引进出来初始化 然后复循环迭代多少次 然后这个文章可以看到 把之前代码进行重购 重购哪了呢 其实说白了就是 每迭代100次的时候 每迭代100次的时候 我们把我的模型呢 存一下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你机器忽然断掉 或者当机成熟环断的或者继续当机 这个前面东西就白跑了 所以每迭代100次的时候存一下 然后呢 嗯 下面的每次迭代正常来执行 最后就不讲了 然后接着整个回循环结束之后 最后这里面把我的模型呢 最优的这个w模型拿到 这里面可以看 大家可以看到所谓的模型 其实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w 就是w 你可以把你的模型拿到 然后把它怎么着 把它给保存起来 或者打印输出 你也可以更方便一点怎么去做 更方便一点就是大家 这个那种并没有保存w 这个要保存什么呢 这个要保存是session 包括中间那流保存也是session 你把这个上下文保存下来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w或者是w或者b 它是什么呢 咱们前面捞到过很多次 因为w和b是variable 是变量 所以在整个session 混淆工当中 只有只要session存在 这个变量的值就存在 wb就存在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保存session 其实里面就会包含w和b 啊 然后在整个这个 复交换之后 我们可以最后再来保存一下 这个session 那这个地方 起个名称叫final 跟前面呃作业区别 加一区别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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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最中的这个模型 给它保存起来 我们就可以把这种模型给它保存起来啊 那模型保存起来之后 我们怎么去用呢 一会再说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代码呢 给它执行一下啊 那这里面我看一下我存储路径啊 存储路径的当前文件夹下面的 这个呃ckpt这个名价 然后把人家删掉 就是之前保存那些删掉啊 好 那我们现在右键来执行 还是训练我们之前的那个mst 那个数据集 啊 然后训练过程当中 实际上每叠了100次 他就会来进行相对应的执行 啊 他会来进行那个保存 然后呢 这个整个 之后他就把它再一次保存 实际上这本答案呢 我没有打印啊 这个要没有打印 所以你能看到其实这里面 这1000次迭代是很快就执行完的啊 这1000次迭代是 那是很快就执行完的啊 这里面咱们并没有去做打印啊 所以这里面其实刷一下就跳出来了啊 那这个地方呢 可以看到在这个下面保存什么呢 保存什么呢 上面下面大家看到 他保存这个final的结果 他也保存什么 我们他也保存这个过程当中的结果啊 这个过程当中的结果 他只保留了最后一次 他只保留了最后一次啊 那这个这个final这个结果呢 实际上是整个这个跳出之后的这个结果 整个跳出之后这个结果 那这个final这个东西 我们就可以重新 把模型通过final这个checkout这个文件 给他重新再怎么让 重新再导入进来 重新导入进来 重新导入再来使用 所以这里面配合13这个脚本 有一个14这个脚本 14这个脚本 是重新把模型加载环使用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代表里面 逻辑是什么样子 前面这个读入数据 全部都说了 然后接着呢 我们需要前面这些个SWBY 下滑线 这个都照抄过来就可以了 然后接着我们还是需要一个siver 这个时候siver不是保存了 这个时候siver是来重新恢复上面的 重新恢复上面的模型 那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用什么呢 首先创新session 然后siver.rescore session 那这个时候的session 实际上就可以从 mymodel.ctpt 就可以从 这个文件夹下面 把这个文件给他读过来 把这个文件给他读过来 当然这个要拿个电脑 这个不是一个文件 这个事实上是三个文件 那没有关系 咱们命名 就命名到这就可以 然后他就可以把这里面的 session的绘画 的这个结果 全部给他拿过来 那这个呢 我取的是final 那也就是取的是最后 顺点完那个模型 然后我们取完这个模型之后 有什么用呢 我们就可以跟前面类似的去进行相对的评估 进行相对的评估 然后之后得到这个评估的这个测试的这个准确率 得到评估测试准确率 所以事实上十三十四这两个脚本干的事情 其实就是把模型保存 落地保存 然后再把它加载回来 再把它加载回来 再进行评估 那事实上十三十四两个脚本加一起 事实上就是我们之前十二这个脚本干的事情 只不过十三十四两个脚本呢 甚至来说会更稳一些 因为十二这个脚本 如果你机器当掉 他就跑不完了 他就没法执行完 啊 所以在这里面呢 实际上我们十三十四就是优化 就是可以保存模型和重新加载 那十四这个我们现在又进来执行 推量呢 可以看到很快可以把模型拿过来 拿完之后呢 去进行这个测试机的测试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可以让出百分九十二点多的结果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里面讲的这个模型的这个保存 以及重新的这个